海贼王作为韦田荣一郎创作的一部经典动漫 陪伴很多人度过了童年 为了能和海女们有更好的互动 近日海贼王官方举办了第一届海贼王知识王大赛 漫画作者韦田荣一郎和泽边 高野剑也参加了魔女答题 结果二人双双不及格 满分30分 两人只拿到16分和14分 被粉丝调侃韦田果然是假粉 只会画画不懂什么海贼王 官方说的题目到底有多难 连作者都翻车了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乔八只要使用蓝波球就可以变换形态 那你知道乔八的蓝波球是什么颜色吗 由弗兰奇一手打造的万里阳光号 需要几桶可乐才能启动风来爆破呢 陆飞希望草帽团有10位船员 曾邀请其他人加入草帽团 你知道有哪些角色曾拒绝陆飞的邀请 不愿意登上草帽船吗 之前的问题回答不上来没关系 这个问题你如果答不对 可千万别说你是真爱海米 在愚人岛片中 乔八有没有换过帽子呢 测试你是不是海贼王真爱粉的时候到了 千万别偷偷查资料哦